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官員12月30日對外表示 目前開始在美國流行的一種新型中共病毒進入美國乃預料之中的事 可能會進一步加重醫院的壓力 而醫院早已因該病毒疫情而不堪負荷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報導 科羅拉多州衛生官員12月29日宣布 他們在美國發現了第一個已知變種病毒的感染病例 這種新的更具傳染性的病毒株最初是在英國發現 此外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官員也都表示 在南非首次發現的第二種變種新病毒 也可能已經開始在美國傳播 CDC的中共病毒事態負責人亨利-旭爾赫博士 在同記者的電話會議上表示 因為這些變異病毒的傳播速度更快 他們可能會導致更多感染病例 令我們已經負擔沉重的醫療系統帶來更大的壓力 旭爾赫說 現有的數據表明新的變異比其他菌株更容易和更迅速地傳播 但它似乎並未造成更嚴重的病症或增加死亡風險 旭爾赫說